Hello everyone, this is Will 另外欢迎收看每周的新闻英文一个礼拜两篇 但你的时事也了解相关的英文单字 今天是3月27号 每周14我会固定上架在4月3号 跟4月6号我会暂停更新两次 今天要看的是本周第一篇 你知不知道中国没有TikTok这件事情 新闻来源死眼 那在影片进行途中 我会教各位英文单字的记忆方法 以及英文长句的阅读技巧 那你如果在学习英文的时候 单字常常忘记啦 句子看的都不懂 相信看完影片之后 能够有效解决你的英文学习痛点 本篇要学到的重点单字如下 这是摇钱术 抖音这是一个摇钱术 赚大钱 那在这个应用程式内 可以打赏给小费 美颜滤镜 美肌模式 相关的单字怎么讲 那在阅读技巧里面 我们今天会学到形容词 名词加上PP的形容词 以及名词加上Witch的形容词 在YouTube连结底下 我有放上讲义的连结 欢迎各位下载来收看 搭配讲义效果加倍哦 In the beginning of this video I will play the audio file for you so that you can practice your listening skills TikTok is owned by a Chinese company so why doesn't it exist there TikTok is fighting to stay al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pressure builds in Washington to ban the app if its Chinese owners don't sell the company but the wildly popular platform developed with homegrown Chinese technology isn't accessible in China Launched in 2016 Duyin was the major money spinner for ByteDance years before TikTok Raking in revenue through in-app tipping and live streaming the TikTok and Douyin interfaces look similar but when users turn on their cameras when difference becomes clear Duyin has an automatic beauty filter which smooths out skin and often changes the shape of a person's face Here comes the headline of this news Let's check it out TikTok is owned by a Chinese company so why doesn't it exist there 好 来看一下单字的部分 own这个单字是拥有 没有问题 owner加上er就变成拥有者 淘鸡的艺术 加上e改一下变成e变成all all就是欠债 各位这三个字你不妨一起记 你就想你要拥有一间店面 你可能要去借钱 所以你就欠款了 它有将什么什么归功于 那这个我们还会看到company 这个单字company是公司 各位它有陪伴 各位注意这个陪伴是比较抽象的 就是我陪在你身边的那种感觉 Tree Y加上IOM变成companion 各位company就变成一个相当重要的单字 它就是你的同伴伙伴同事的意思 那各位很好记 在公司里面你当然会有很多的伙伴 没错吧 所以company companion一起记它 exist这个单字是存在 所以TikTok is owned 被拥有 各位这个是被动 所以被拥有被谁 中国的公司拥有 所以为什么这个抖音呢 TikTok 各位注意是TikTok 没有存在exist 没有在中国存在呢 All right Let's take a look of the first sentence Let's check it out TikTok is fighting to stay al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pressure bills in Washington to ban the app If its Chinese owners don't sell the company 好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句子 那这个句子中间有个is 然后它有个if 这两个单字 as跟if都是连接词 那as中文翻译就是因为有语 那if的中文翻译是如果 那连接词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做断句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单字的部分 Stay alive 这个单字活下去 那各位发生什么事 因为美国目前正在试着想要把这个TikTok全面的禁用 那看起来应该距离全面禁用是越来越接近了 那看一下句子 TikTok is fighting to 正在努力的对抗 就是试着想要活下去 在美国活下去 好 然后各位fight这个单字是努力奋斗 加上r变成fright fright是恐惧惊吓 当然你在奋斗的过程中你会遇到恐惧 所以各位你知道fire flight两个单字一起记 还有一个字freight 可是freight是货运 各位你可以这样思考 就是说你货运嘛 你要努力的 对不对 你要努力的去把这些货物把它送完 没有送完你会很有恐惧 所以各位这三个字 各位我把它整理一下 所以这fire flight freight 各位这三个字你不妨可以列在一起记它 有点像啦 接下来看一下后面这边 pressure 各位pressure是压力 那各位前面这个P-R-E-S-S press 那你往下压当然就会产生压力 各位这是一个极度重要的一个字根 它根本就是一个字根 press pressure 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做补充 那ban这个单字是禁止 所以因为这个压力 build 各位这个单字不错 就是你压力不断的在累积 build就是建筑的意思 所以压力不断的在累积上去 在哪里 在华盛顿 这里华盛顿当然指的就是美国 这个美国想要做什么事 去ban 禁止这个app 这个tiktok这个app 好 接下来如果怎么样 如果他的tiktok的这个中国的拥有者 不卖掉这间公司的话 哇 各位开玩笑 怎么可能卖得掉 那我们不卖给美国 很好 我就把你禁掉 ok and here comes the second sentence but the wildly popular platform developed with homegrown Chinese technology isn't accessible in china 那这个句子各位 有没有看到形容词 各位这个形容词 各位有两个看的一个点 第一个点 它是有双重豆点结构 在这边 这里一个 这里一个 把它夹住了 各位这是一个形容词的一个长相 补充说明的一个长相 另外一个各位 你可以看的一个点是 名词加上pp 在这个位置 platform 这个是一个名词 后面出现了一个pp 那各位 什么是pp 那个叫过去分词 英文动词的第三个一个样貌 好 那既然是形容词的话 我们就可以 就是在这个位置 黄色线这个位置 我们就可以把它先删掉 各位删完形容词之后 各位你就要知道 主词在这边 这个句子真正的核心的主词在这里 ezen是动词 主词动词就跑出来了 ok 再跟各位重复一遍 英文的形容词会对我们中文的使用者 造成一定程度的一个干扰 好看一下单字的部分 wildly 狂野地 popular 我是利用这个popular 各位popular没有问题 这个是受欢迎 各位这个单字popular受欢迎的 那ar三调变成ate变成populate populate是居住生活的意思 各位popular受欢迎 populate 各位这个跟人有关 人要住在那里 所以各位再改变成population 就是人口全体居民的意思 ok 所以各位这三个字 我稍微写一下 第一个字是popular 第二个字是populate 第三个字是population popular populate population 各位这三个字很像 各位一起记它 platform这个单字是平台 accessible 各位这个是可进入的 可得到 你拿得到 这个东西是你可以取得的 success 各位 这边 cess 各位你有没有看到 cess 各位 你能够拿到 原则上就是你成功了 对不对 你成功的取得这个东西 那我稍微教各位一下 这个有点技法 有点瞎 看各位你要不要这样子处理 ce不是欧元吗 两个欧元 两个美金 你付钱了 你就可以拿到这项东西 各位什么叫成功 你有欧元 你有美金 各位成功吧 水 所以这个很狂野受欢迎的这个平台 就是爆炸受欢迎的平台 各位我们可以 中文我们可以讲 wildy就是爆炸怎么样 那并不是没有办法accessible 在中国大陆是无法取得的 接下来我们把形容词还原 各位这个平台是什么样的平台 develop 这是发展 在哪里发展 各位ED这个是被动 被发展 with homegrown Chinese technology homegrown 土生土长的中国的科技 所以这个平台 我们再来看一次 是什么平台 发展 用什么发展 土生土长中国科技发展的平台 OK All right Let's take a look of the third sentence Launched in 2016 Duin was the major money spinner for bike dance years before TikTok Raking in revenue through in-app tipping and live streaming 好 各位那这一句 各位倒是有看到这边有个逗点 各位有个逗点 我稍微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逗点的功能 其实它的长相是这样 各位前面这个 第一个逗点前面是在做补充说明 逗点跟逗点中间夹住的是真正的句子 逗点后面是在做补充 好 我们用这个逗点 我们把它做一下断句 所以我们就先看一下前面 Launch Launch这个单字有启动 有推出 各位一个新产品的推出 就是这个字的Launch 好 那还有这个Release跟Unveal 都是产品推出 每一次看到新产品推出 都会看到这些字在那边换来换去 好 Major 这是主要的重要的 Spinner 这个单字是仿杀工 Spin 这个是旋转 各位Spin 这是旋转 还有仿线 就是你在织衣服 就是那个线会一直转来转去 好 那Money Spinner 就是把钱转过来的 各位那个叫摇钱树 各位Money Spinner 它的原始的意思就是说 以前我们用手工 织衣服是不是很慢 现在有了那种仿杀机器 哇 速度很快 意思 所以Money Spinner 就是你赚钱的速度 是非常的快的 好 OK 所以在2016年推出的时候 Doing 这个各位 这是抖音 What's the Major 是主要的摇钱树 对于Be Dance 这个就是字节跳动 Years Before TikTok 可以 这是在那个TikTok推出之前 抖音是主要的摇钱树 好 所以各位注意 抖音跟TikTok不一样 各位看到这边 你应该有发现了 好 那接下来后面 豆点后面再做补充说明 我们继续往后看 Rake 这是爬子 还是靶子 OK 那Raking 就是你在扫落叶 用爬子 有没有 一口气 爬了很多叶子 进来 各位那个就是赚大钱 好 Revenue 这个单子是收益 这个我稍微跟各位提一下 我时间不太够了 我利用这个点一下就好 Ven 各位有没有看到 Ven R1 是什么意思 Again 再一次 好 那各位什么是Ven Ven这个字 跟它是来的意思 CON是一起 大家一起来 为什么都会来 因为很方便 Convenience Revenue 你在经营一间事业 最希望什么东西 一直不断的过来 钱 所以 Revenue 收益 各位这个单子 Convenience Revenue Ven 各位你先记住 Ven 以后有机会 我再跟各位补充 Tip 给小费 打赏的意思 Livestream 就是直播 所以 Racking in 哇 这个赚进 大把的 这个钱 收益 透过 在应用 城市内的 打赏 以及直播 All right OK Let's take the final sentence The TikTok and Doin interfaces look similar But when users turn on their cameras One difference becomes clear Doin has an automatic beauty filter which smooths out skin and often changes the shape of a person's face 那各位 这句 有点长 长句 各位 不太用担心 就是 这边我们利用 一些断句技巧 But 连接词 我们先断开 断开 就看前面 这里就好了 Interface 这个是界面 Similar 是相似的 各位 我教各位怎么记 各位 你手机 有没有SIM卡 你的SIM卡 跟你同学的SIM卡 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各位 SIM 这个SIM卡 就是一样的意思 各位 我字比较丑 各位 多单单 SIM就是一样 仔细看这个单词 补充 Simulate 模仿假装 我要跟你一样 懂意思吗 所以SIM Similar Simulate 各位 其实还有像这个SIMPLE 也是啦 SIMPLE 也是有SIM卡 简单嘛 我跟你一样 就简单了 所以 这个TikTok 以及抖音的界面 很像 逗典后面 各位 这里还有点长 我们利用这个 这里有个分号 做断句 好 所以就看前面这边 但是呢 当这个使用者 Turn On 打开他们的 打开他们的 CAMERA 相机的时候 有一个主要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Becomes Clear 就很清楚了 什么地方呢 各位 那这边 各位 有没有看到形容词 名词加上 Which 就是一个形容词的概念 各位 Which出现了 所以各位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从这边开始 到这边 我红色框的这里 它在修饰前面的 形容词 那既然是形容词 补充说明 我们就先把它 删掉 先不要看 先看前面这里 Automatic 这个是自动的 Filter 这个是过滤器 滤镜 Beauty Filter 这个很实用的 美颜 美肌滤镜 所以抖音 它的那个美肌滤镜 Automatic 自动的美肌滤镜 它会自动打开 Which 那各位 这个滤镜 是什么样的滤镜 开始做补充说明 Smooth 是光滑的平滑 各位你就记 MOOTH 我们不是有个甜点 就是慕斯 然后Smooth 慕斯就是很平顺 吃起来就很爽口 那种感觉 慕斯 Smooth out 是消除缓和 所以这个美颜滤镜 会Smooth out 哎呀 让你的皮肤光溜溜的 很滑 很滑溜 不是光溜溜 讲错 并且经常会改变 Often Change 改变这个Shape 形状 人脸的形状 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 今天的几个重点单字 摇钱树的英文叫 Money Spinner 赚大钱 Racking Revenue 打赏给小费 就是Tip 接下来美颜滤镜 美肌模式 Beauty Filter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阅读技巧 今天学到阅读技巧 有名词加上PP 以及名词加上 Which的形容词 好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第一句 第一句这个是 名词加上PP的形容词 But the wildly popular platform developed with homegrown Chinese technology isn't accessible in China 接下来复习一下第二句 第二句是名词 加上Which的形容词 The TikTok and Duyin interfaces look similar But when users turn on their cameras when difference becomes clear Duin has an automatic beauty filter which smooths out skin and often changes the shape of a person's face In the end of this video I will play this audio file for you to review TikTok is owned by a Chinese company So why doesn't it exist there? TikTok is fighting to stay al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pressure builds in Washington to ban the app if its Chinese owners don't sell the company But the wildly popular platform developed with homegrown Chinese technology isn't accessible in China Launched in 2016 Duin was the major money spinner for bite dance years before TikTok raking in revenue through in-app tipping and live streaming The TikTok and Duyin interfaces look similar But when users turn on their cameras when difference becomes clear Duin has an automatic beauty filter which smooths out skin and often changes the shape of a person's face 再次赞叹各位 把影片 从头到尾 把它看完的 Persistance 就是恒心毅力的意思 Alright OK That's the end of this video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